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今天要介紹一款新的APP 萌典 這一款APP它是一個 國語、台語、客家語的一個 翻譯的字典 比如說你國語想要翻譯台語 它這個APP它可以幫忙你如何講台語 我現在這個APP都有搜尋萌典 因為我一下載我直接打開 它是一個有聲詞典 我們一般人比如說你比較台語比較厲害 你就可以翻譯國語 國語它也可以翻譯國語字典 比如說今天天氣 天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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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氣它就有 這邊有 閩南語、客語 這邊點一下 它就變 它講 天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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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直接講天氣 再來換 上一頁 它這邊有一個客家語 這邊點一下 它這一個三角形 往右這個三角形 它看起來就有聲音 天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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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來 除了這邊以外 搜尋欄這邊有關 你上面這個國語詞點 右邊有個小小的下三角形 這邊也可以點一個 點下去 你直接點 台灣明蘭語 你也可以直接點 然後在這邊 白色搜尋欄這邊打 你要的 你要查的台語 比如說好 電線桿好了 電線桿 電線桿 好像沒有電線桿 慢慢的電線好了 點刷 點刷 它旁邊有 用那個助音 助音翻成台語的那種 點刷 還有那個 英文的那種 點刷 它也是這樣翻 用電 用來傳電流的線 然後我們再玩一個好了 斑馬線好了 這好像很少人 很少了 唉唷 斑馬線 來 我們看斑馬線它怎麼講 斑馬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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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你就又多一個台語的 可以 可以 可以學習的東西 這個APP算是蠻好的 我覺得這個東西 對於想學明蘭語 客家語的 同學都 是 可以 可以下載這一款 主要是台語跟客家語 它還有國語詞典 它還有一些諺語 這個 有機會你們自己下載 來玩玩看 然後我盡量每週更新 一次影片 喜歡我的朋友 記得右下角按一下訂閱 謝謝大家收看